去年的夏天 韩老师通过一个中介人的方式 得到了我的微信之后呢 邀请我和他一起吃晚饭 我这个时候想 没什么好聊的 大家两个人又不熟 我很尴尬 那可不 聊理想 聊未来 第一印象 他就给我一个这样强烈的那种感觉 三观比较正嘛 也比较会官方 比较会客套 接触完之后呢 就是一个老干部 他是个非常非常称职的队长 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格 每天早上起来啊 他会自己练练琴 练练声 很难得 伯格 也感觉特别凶 特别高冷 接触过后啊 就感觉伯格是个特别细心的人 刀子嘴都不心 他越说你 其实他是越在关心你 刚接触伯格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成熟冷静 很重的一个大男生 熟悉之后呢 就更完美了 他不仅性格成熟 然后外表帅气 唱歌也很很棒 从心里就是这么觉得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伯格是一个 胸怀大志的成年雄性 很蛮 很有自己想法 很有主见 熟了以后呢 其实觉得也是很细腻的人 兴奋的 说印象 觉得挺帅的 挺耿直的 挺有头脑 会说一些 让我觉得 啊 比较认可的一些观点 熟之后呢 就发现他 还是美 特别喜欢你 flag 奋哥我觉得他第一眼就长得 邻国的男团的味道 我一看到 奋哥这个脸 我就 哇 idol的料 这个人以后必定是大红 就应该被外人追捧 熟悉之后 白痴美 所以我觉得奋哥不帅 出印象 然后就是身材好 第二印象过后 就感觉奋哥越看越有味道 有时候帅 有时候又漂亮 这种男人是 什么样的存在 第一眼见的时候是 白马王子 女孩都会心动的那种 小鹿乱撞的那种帅 熟了以后呢 白痴美 跟他相处很舒服 泽墨哥第一眼挺逗的 高租婆嘛 最初过后啊 皮子墨 各种皮 我真的送泽墨哥一句话 一脚不说话 你是最帅的 泽墨一开始比较高冷 微信头像特别好看 但是我和秦克他选色 绝对是可颜值进来的 后来熟悉之后发现 照片 没有的事儿 头像都是精修的 什么高冷 那是因为老回路还没有转回来 但收拾就觉得其实这个人更真实更可爱了 这样子墨其实才是我们应该最喜欢的 之前那个比较高冷比较帅那个 已经远去了那个 子墨 他那个照片相当的帅 很羡慕的那种颜值 接触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子墨是需要去保护他 他比较单纯 如果别人嫌弃他的话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 在马路上 第一眼看的时候挺好看的 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 照片 他第一次的时候还蛮冷酷的 慢慢熟了以后他就变得特别皮 左叶 出印象的话是一个 酷酷的小男孩 一看就是弟弟系的 人特别好的那种弟弟吧 熟了以后呢 跟我的第一感觉差不多 左叶是 一开始既然是感觉是一个 很看修的一个人 但是是一个很闷头练舞蹈的一个人 熟了之后呢 发现很俏皮的那个男生 依然会很钻研自己的舞蹈 前后反差不是特别大 我想亲自问他那种天壤之别的 左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是 死穿寡娃子 傻夫夫 接触完之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 一样的一个男孩 他竟然会说一句话 我想努力成为 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小傻子 但是我现在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 努力刻苦的一个 我梦想的青年 第一眼我也没觉得姚哥有多帅 很普通 我觉得特别普通 接触完过后 越来越顺眼 越来越好看的那种 经常给我讲一些人生大道理 第一眼我觉得 佩瑶沉默寡言 非常随和 现象就是 佩瑶 佩瑶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很高龙 比较害羞 不过来怎么讲话 更多本人需要照顾 收的时候发现 都是假象 这个人很开朗 有点皮 其实很活泼的一个人 佩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很高能 就很闷 跟他说什么 他都会只回答一个字 嗯 哦 他慢节奏 你觉得他像是乌龟一样的 一开始 接触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 他是老江湖 姚哥 他过晚宾 他就会让他再来 他在乌龟一样的 计划